我无了泪 忍住感觉 感受在起风这个季节 起初是了解到上海那边的夜宵活动很有意思 我们就想说去尝试看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想了一下就决定在北京发起一个北京夜宵计划 它是由不同的几节不一样主题的课程组成的 比如说上周我们开展的是摄影主题 那本周是合唱 下一周会有红酒 还会有法律 三周时间差不多有1000多人咨询 然后我们一个班是准备设置20个人开始起班 那么我们现在顺利的也就已经能开班了 80年代那时候包括再往前推能到70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教育资源很有限 很多人想学习但是得不到专业的培训的机会 各单位或者说有一些社会的团体 根据它当地的生产或者说工作的实际 办了自己的业余的学校 可以去选择和自己工作相互补充的这样一些专业的培训 以前网络不是很发达 是属于那种学习型的 那么现在的业校是让我们这些工作压力之下的青年人 通过业校的方式寻找到自己更多的快乐 更多自己感兴趣的点 业校不像当年上学那样有考试和升学的压力 大家来业校不但可以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 让生活变得更有质量 同时还可以结交到来自各行各业的朋友 青年业校为现在忙碌的人们提供了精神食粮 目前来看的这个项目是不盈利的 我们一个班大概是20多个学生 那50块钱一节的课费 一节课差不多是1000多块钱 其中我们还要考虑到人工成本 老师的费用场地以及一些硬性的支出 这个业校的费用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 然后大家也是更容易去接受的 然后现在呢是大家是一个主动来 然后想要做一些业余生活的丰富和提升 这个应该是我尝试的第一个周末的一个年轻人的社交活动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因为原来是一个五云不全的人 但是今天我觉得原来我也可以我也能做到 一个人唱歌的时候 你可能只会听到自己的声音 当你融入大家之后 你会发现原来就是团结合作的声音是这么的美妙